哈喽大家,我是陈浩铭 我是陈大鱼 我是浩南哥正浩南 我是陈光芬 我是马德忠 我是洛达华 我是林扬 我是李强生 我是高虎 我是上海人员成东 祝英王体育的朋友们开心快乐 我祝福英王体育的朋友们 都红红火火 红红火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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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祝愿你们都能够在 英王体验精彩人生 体验精彩人生 体验精彩的人生 恭喜恭喜 欧洲杯波兰vs斯洛伐克 比赛时间 2021年6月14日23点59分0秒 2019到2021欧洲国家杯 一组一场较量 波兰将坐镇主场迎来斯洛伐克的挑战 波兰队征战欧洲杯的历史很短 2008年才首次晋级决赛圈 并且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成绩 不过球队拥有一位超级前锋兼世界足球先生 莱万多夫斯基 是整支队伍的一大亮点 此前欧洲杯的预选赛中 波兰表现出色取得八胜一平一负的战绩 以小组投名的身份晋级到欧洲杯决赛圈 实力毋庸置疑 斯洛伐克 反观斯洛伐克目前世界排名第36 欧洲排名第19 相比波兰有些差距 本场欧洲杯是球队第二次参加的比赛 上一次参赛是2016年 当时0-3负于德国队止步16强 本届球队拥有一名世界知名球员 而且征战多年一贾的哈姆西克 阵容上有效力一贾的石克里尼亚尔 洛伐特卡让斯洛伐克在本族也有一定的竞争力 阵中较多老将经验丰富 但面对如此紧密的赛事体能受到一定考验 综合分析 两队历史有过五次交手 波兰仅得一胜一平三负 不过相隔太久没有参考价值 而本场根据竞彩参考值做出负易开出 明显对主队有所顾忌 而且阵容上纳布勒斯的泽林斯基将担任中场核心 封线将由来万拥有无限开火拳 因此本场比赛无论实力还是近况 波兰无疑是追捧对象 竞彩推荐 胜 进球数 二 三 今日静彩两串一建议 欧洲杯苏格兰VS捷克 静彩参考 平负 进球数 一到二球 欧洲杯西班牙VS瑞典 静彩建议 让平让负 进球数 二 四球 比分参考 一年一月二日负二 半全场 平平 胜平 记得下方点赞 关注评论 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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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幻灵